古香兵 别碰我的狼母酒 你们这些下贱的狗 旧社会呢 结拜喝酒 那晚上伤身呢 对 咱们得保养 咱们结拜喝重要 好 来 来 王哥 咱们结拜感情好 但是为啥要喝这么难喝的东西 要不就不喝了 行 不喝了 不喝了 哎哎 不是哎 哎 我都喝了哎 哎哎 我也都喝了 哎 哎呦 哎呦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先不要着急坐下嘛 你看人家那么胖个小姑娘 都不着急坐下 你们着急坐什么了 是怕她先坐下 你们就没地方坐了 对的 你看这是懂规矩的人 懂规矩的人 不管再怎么看上去 都是那么可爱 对不对 好 谢谢大家 请坐 其实我们这期节目播出的时候 是10月10号 10月10号 大家打开你的微博朋友圈去看看 有多少朋友正在参加婚礼 说到结婚 我们80后这人真的是很悲剧 对吧 结婚 80后到了我们这个年纪 被逼谈恋爱 被逼结婚 被逼生孩子 有的时候是被生孩子逼结婚 好不容易结了婚 还要被逼喝酒 我就不明白了 中国人的婚礼上 为什么一定喜欢狂饮呢 前阵子我的好朋友王建国 在广州参加了一个婚礼 因为王建国现在频繁出镜 也变成了名人了 到广东参加婚礼 人家还真拿他当个名人接待 怎么接待的呢 就是新郎新娘 新郎是他朋友 新郎的爸爸敬酒敬到 这桌发现了王建国 一看认识 这不就是东方卫视 那个王建国吗 对不对 说着话把这杯白酒就泼了 拿一个大杯倒上红酒 过来跟建国很客气很热情地 说了几句一饮而尽 王建国不知道不明就里 然后就也干了一杯 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很诧异的眼神 看着这个伯父就问了一句 这位大爷 为啥白的泼了 跟我喝了个红的呢 哎呀小伙计你不及到啊 哎呀跟你这样的名人 我得喝杯真的呀 确实我们在婚礼上 只要是挨桌敬酒 你去查 百分之九十九 都是百分之九十九的水 对百分之一的酒 因为你一点酒味也没有 好像也不行 对不对 而且婚礼上怎么验证 哪桌是好朋友 只有到这桌 说不用这瓶拿那瓶 你觉得这桌就是好朋友 对不对 哎但你怎么知道 它不是两瓶都是水呢 中国人喝酒的这个 气氛真的是我觉得不太好 尤其我们喝酒 还喜欢划拳喝 发明流戏就不计其数 对不对 像我们年轻人比较常玩的 什么五十五二十没有 对不对 还有一个非常 怎么说呢 能渲染气氛的游戏 叫什么 海带呀海带 海带呀海带 对吧 还有什么什么 想钱嘿呀 撒起码打退呀 也不知道是个什么语言 反正我从小听我爸 他们就是这么玩 我从小认为我爸可了不起了 居然会说外语 后来发现根本就不知道 是任何的一种语言 但是这种语言 我也决定学起来 没准以后我们中国人 拍小黄人的时候用的啥 喝酒这个事 话说回来 为什么明明喝多了就会难受 但是为什么还要劝别人喝呢 而且还必须强迫别人劝自己喝 对吧 如果我劝你喝 你不劝我喝 你不给我面子 对不对 这就是中国人的酒文化 叫相间和太极呀 那么人有的时候呢 会相互逼迫 有的时候呢 会自己逼迫自己 当然还有一句名言 心灵鸡汤 我忘了谁说的了 反正总能看到叫 人无法逼自己 忘记那些自己不想忘记的事 这句话都听过的 但是你想想这句话成立吗 不成立的 不成立的 那些你想忘的事 只要你想忘 他一定能忘掉 每个人都可以 不信你仔细想一想 老师问你 作业呢 你是不是会跟他说 忘带了 我们人生中就是这样 老师会逼你 兄弟会逼你 朋友会逼你 敌人会逼你 甚至父母和爱人都会逼你 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这些生活中无奈的苦苦相逼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你的能量超无奈想象 欢迎收看由红牛维生素功能引导 独家关闭赞助 播出的今晚80后多可求 我是王子健 谢谢大家 谢谢 此时此刻正在收看电视的各位观众 拿出你的手机 打开你的微博 爱的今晚80后多可求的官方微博参与节目的直播聊天室 和我淡淡建国一起一边看节目 一边聊天吧 我们80后的这代人从小就是被逼出来的 想想我们小的时候好不容易有个周末 过个寒暑假呀 我们就想好好的玩 对不对 每个孩子就想好好的玩 但是学校第一个不答应 给你留了这么厚一摞 叫假期作业 如果你只有这一摞假期作业 算你运气好 因为那些负责任的老师 会在假期作业的基础上 再给你增加一小部分别的假期作业 对不对 那除了学校逼迫我们 家长也在逼迫我们 好不容易到了寒暑假 就给你报班 其实父母给孩子报各种班 是为什么 还是那句不着调的老话 叫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我就没听说过什么叫输在起跑线上呢 给孩子报班 他就能不输在起跑线上了吗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有一个人叫聪聪 他爸是前中国首富 姓王 你说他出生以后 他需要报那些兴趣班来弥补 他不能输在起跑线上这件事吗 不用 因为人家出生在终点线上 你这辈子起跑线 预备 砰 时间跑 跑到你虚脱 你够呛能跑得到那儿你知道吧 怎么说呢 所以父母如果你真的不想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话 不是逼孩子跑 是你自己跑 等有一天你跑成了林林 对吧 你儿子不就匆匆了吗 对吧 所以不要逼迫小孩子嘛 当然 父母 尤其我们这代人的父母 特别愿意用这样一个形容词来逼迫我们 叫别人家的孩子 张口闭口 就说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你再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我就不明白了 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这些别人家的孩子 那他们的父母怎么教育他们呢 他没法说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不能说了 因为他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呀 怎么说呢 那他的父母教育他只好说 你撒庞尿照照你自己 我们小的时候 确实总这样被家长拿来 跟别人家的孩子比较 我就至今也不知道 那些别人家的孩子到底都是谁 如果说我能知道他们是谁的话 比如说真的 能找到这些别人家的孩子 就把他们聚到一起 开一个茶话会 座谈会 儿子 来来来 各位坐坐坐 喝点茶水 喝点茶水 喝汽水 在座的呢 都是别人家的孩子 今天咱们召开这个会 主旨是要让全国小学生 过一个快乐的暑假 小明 先说你 能不能不要 门门都考一百分了 什么 做不到 没关系 这回期末考试 就抄网卷国的卷子 好不好 可能及格都够像 还有你 小红 能不能 今年暑假就别参加钢琴六级考试了 你才四年级 小提琴考试也不要参加了 好吧 什么 码头琴 哎呀 还真是丰富啊 什么乐器都不要学 给人家那些普通的孩子 留点活路 对不对 你什么都那么优秀 四年级 钢琴六级考下来 别的家长怎么说自己家孩子 你看看别人家孩子 你再看看你 这么说的 都不好吗 大家都很为难 对吧 不要参加 就喜欢音乐 对吧 那你这样 你非要练个什么乐器的话 你练吹口哨吧 好吧 你这样 你就对着李旦练 我跟你说 特别好玩 你练了你就知道 很有成就感 对不对 还有你王建国 王建国 不是 今天我们是别人家的孩子 做谈会 王建国你跑来干嘛呀 你来干嘛来了 王建国也很委屈 王哥 不是 我没想来 我跟人家 我妈就跟我说 王建国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都开会去了 你跟这干嘛呢你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 你的能力 欢迎回来 后面的微视苏宇宇宇宙 独家欢迎赞助播出的 今晚八零和多个休 我是王子健 谢谢大家 谢谢 当然我们得说 父母比我们 大多数情况下 是为了我们好 也有极少部分的父母 像李旦的父母 逼他是为了好玩 父母逼我们 是为我们好 是拿我们当自己人 对不对 别人才不理你呢 别人看你好笑就好笑了 谁理你呢 当然越拿你当自己人 就越会逼你 这种行为 除了有血缘关系之外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变成了恋人 比如说我们导演组的 那个小矮个儿导演乐乐 女生 特别著名的一个大学来的 这个大学著名 也不是因为教学质量多好 但是全国都知道 他是下大的 上学的时候呢 就有个男生 对他死缠烂打 就追他 就喜欢他 但是他就对那个男生 一点感觉都没有 到后来变成了反感 再到后来变成了恐惧 再到后来变成了厌恶 最后他终于有一次 主动跟那个男生说话了 说你不要再总这样 死缠烂打了好不好 你知道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吗 棒棒糖 儿童玩具还是什么 不是 你知道我特别喜欢看烟花 如果你真想 跟我在一起的话 今天晚上12点 在操场上帮我放烟花 好吗 男生听完以后发现 有门啊 对吧 虽然大学生来讲 烟花很贵 但是那也得买啊 我有门啊 多年的期盼 等了好久 终于等到今天啊 我的天啊 就买了很多烟花 午夜12点 在操场上点燃了烟花 非常璀璨 乐乐也看到了 结果完全不出意外的 这个男生就被学校开除了 乐乐知道之后 满意地点了点头 上大学的时候的琴娇水 那会儿一个女生倒贴她 都不叫倒贴 叫扑 死扑琴娇水 然后但是又觉得呢 这么明显地去扑呢 好像不太好 对不对 就是哎呀 会不会引起 琴娇水的反感 我又是个女生 我是不是应该矜持一点呢 于是女生选择了迂回的路线 就是先讨好琴娇水 同宿舍的其他男生 对不对 给他们买零食 哎 给他们买冷饮 请他们吃饭 哎 就这么迂回 到最后 琴娇水跟我说 也没有跟那个女生在一起 琴娇水表示 气疯了 她请我们宿舍 所有人吃饭 就不请我 王建国 去年嘛 前年 忘了 喜欢一个姑娘 叫张翠岚 跟人表白的方法很直接 你知道我吗 电视节目的编剧 啊 你要是乐意跟我好的话呢 我就可以把你的名字 写进段子里 让你的名字 出现在电视节目上 好不好 哎 这就这么跟人表白了 但是这个故事的结尾呢 非常悲伤 这个张翠岚呢 呃 脚踩两只船 帮大款 跟一个有钱的老男人走了 就把王建国甩了 王建国当时也和他说了 如果你不答应 跟我在一起的话呢 我就说你脚踩两只船 帮大款 跟一个老男人跑了 这就是苦苦相逼 威胁人家 威胁别人 逼迫别人 有两种 一种呢 是直接跟你说 另外一种 是做自己的行为 举个例子 比如说 恋人在一起 在身上 闻对方的名字 对不对 闻对方的名字 当然如果两个人 已经好了 相互闻个名字 我认为很正常 对吧 但是我就知道 有这么一个人 就是他还在追别人 为了表决心 就在身上闻 对吧 我就认识这么一个人 就在这会儿闻上 张翠岚 后来我就问他 我说 你这么老了八早的 就给闻上了 万一人家不跟你好 你可怎么办呀 他跟我说 那没关系的 万一没有到手的话 我就往下继续闻呗 我说你闻什么呀 我这写 张翠岚 欠债还钱 我的一个朋友 跟女朋友 相亲对象 就相处了三个多月 觉得不合适 过来跟我商量 说自贱 我跟他 我就三个多月 出下来 不太合适 要不跟他分手吧 我就劝他 我说三个月 你就要跟他分手 我给你举个例子 就像你找工作 如果找工作的话 如果你去面试的单位的 HR的面试官 问你上一份工作 做了多久 你跟他说 你只做了三个月 那对方这个 HR的面试官 会不会认为 你是一个不可靠的 喜欢平凡 换工作的人呢 会不会影响到你的 这一次入职 哪怕这份工作 特别适合你 你也能干得很好 待遇也很优厚 会吗 想了想 好像有点道理 还是的 那如果你在他之后 会碰到一个女生 是你的真命天女 但是他在问你 上一段恋情的时候 你说只谈了三个月 这个女生 会不会认为 你是一个很花心的人呢 会不会因此影响到 你跟他的感情 就不跟你在一起了呢 你想想 好像是这个意思 那你明白了吗 起码你得相处个一年吧 对吧 这样再说 上一段感情一年 我也做了很多努力 最后还是没有办法 我也祝福他 这话多壮啊 对不对 明白了吗 朋友听懂了 于是就跟那个 不太合适的女生 就一直凑合着 凑合了十一个月 结果那个女生 跟他提分手 说哎呀 咱俩相处十一个月了 分手吧 他就疯了 说哎呀 不不不是 崔岚啊 呃 这个 我我跟你商量商量 是不是 你看咱已经 相处了十一个月了 能不能 能不能再凑一个月 再凑一个月 我绝对不纠缠你 好不好 凑够一年 你想我给你讲个道理 如果呢 你去找工作 对不对 你这玩意不够一年 人家觉得你换工作 你就失去工作 对不对 如果你 你下一段感情 特别适合你 你这玩意不够 不够一年 这玩意人 人家觉得你这个 水星洋花的 你这玩意不是 不好办吗 对不对 你再凑一个月好不好 结果崔岚就说了 你别说了 我已经找到下家了 人家说有半年就行 在这里还要跟大家 坦白一个事 以上我讲的所有的段子 都是我们栏目组 真实发生的故事 既然我们这么坦白了 在座的各位 是不是也要来坦白一下 对吧 今天我们来调查 这么一个事 就是看看恋爱过程中 有没有遇到过 追求过程中的对方 或者自己干过 什么奇葩的事 有没有 边上这个 我没有 但是我朋友有 我是理解的 我们现在都明白这个事 你知道吧 讲讲你朋友的故事 然后我朋友 在追求一个女生的时候 对吧 那女生就是 夜里十二点 会叫她出来 做无聊 反正叫出来 去广场捉迷腸 这是真的 然后夜里三点钟肚子饿了 你懂的 她说肚子饿了 我朋友三点钟过去肯德基 帮她打包东西 那时候肯德基已经没人了 然后我是陪着她的 很惨 陪她捉迷腸 陪她去买肯德基 你这个朋友还真是跟你关系铁 她到最后还是没追到她 对对对对 晚上十二点捉迷腸 捉迷腸到三点 然后去吃炸鸡 这不就是那首歌吗 是吧 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 这歌就根据你朋友的故事写的 还有没有 刚才我看这边有人想去找 那边有个戴帽子的女生 我就是昨天晚上还逼过男朋友 就是我不喜欢他给别的女生点赞 微博点赞 朋友圈点赞 我都不喜欢 然后呢 然后我这个人就还特别爱哭 他只要一点赞 然后我要看到了我就哭 昨天晚上十二点多 他说他睡觉了 然后我没有睡 我就去他微博看 然后去看他点赞的人 然后就看到一个女生 然后我就点进去 又看他那个女生微博底下的评论 然后我看到又他的评论 然后我又哭了 就是我就会逼他不要去点赞 因为我很不喜欢 但他也会说我任性作什么的 但是我觉得很正常吧 女生都是这样啊 都是希望 水瓶座吗 天瓶座 天瓶座 天瓶座为什么那么爱哭啊 因为感性嘛 性感 他给别的男生点赞没问题 没问题吗 他一般不给男生点赞 但是你直接这么说还是不好 我不喜欢你给别的女生点赞 如果我看到你给别的女生点赞 我会哭 这样说呢就显得很 真的听上去就有点作是吧 我不会说我会哭啊 不 你用一个稍微的 你知道张爱玲是吧 就大概林辉音啊 张爱玲那个时代的那种方法去 去说什么 你知道你伸出的拇指 其实戳到的是我的心房吗 好好好 我下次就这样给他说 好吧 其实呢 我们刚才说的都是逼别人怎么做 但是我们反过来想想 如果像刚刚那个点赞的女生 你男朋友如果这么要求你 你心里会不会也觉得怪怪的 对不对 如果反过来的话 我们会觉得也被逼得很难受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聊的话题 就变成了不要再逼我了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谢谢谢谢 欢迎回来就用86度 我说我是王志杰 谢谢大家 谢谢 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这种逼迫行为 是很无奈的 比如说 我们一直以为乞丐是干什么的呢 是乞讨 对不对 我愿意给就给 我不愿意给 我可以不给 但是目前城市里的很多乞丐的 一些行为就是逼你给 比如说 派小孩子过来抱你的腿 对不对 我那个狠心的女生 还说了一个 这个 这个我特别凶狠 说乞丐抱你的腿 就 很心肠有素质 有觉悟的人 那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 就是你开车红灯路口的时候 有乞丐过来要钱 对吧 他们就是什么 给你擦玻璃啊 一个人拿那个喷雾啊 什么的 啪 给玻璃喷 然后这边拿那个一擦 然后跟你要钱的 对不对 我都碰上过一次 但是你给我擦玻璃 我是擦窗户 我是不反对的 但你们看个清楚啊 我窗户没关啊 用的那个劣质的 我故意都不是擦玻璃用的水 也就是洗涤灵啊 之类的 碰我这一脸 还有那种 小破孩 暗中瞄着你 对吧 卖花 有个男生女生 两个人穿得还不错 牵着手啊 或者亲密的动作啊 走过的时候 蜂拥而至 对吧 一堆人就追着 哥哥给姐姐买个花吧 哥哥给姐姐买只花吧 哥哥哥哥给姐姐买只花吧 对不对 你也不看看那哥哥跟姐姐 他年龄相差那么大 你也叫哥哥和姐姐 对不对 不过啊 我那天就看到了这么一幕 就是一个年轻的 一对情侣 两个人手拉手 往外走 女生还站靠在男生的肩膀上 可见女生有多矮 然后就往前走 突然就从四面八方 呜呜一下 过来十几个卖花的小泡孩 拿着花 哥哥给姐姐买个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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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的就停在那 走也走不起来了嘛 对不对 拉着女生 女生高跟鞋也冲不出去 这会怎么办呢 他选择把女生的包拿过来 屈身把女生背到后背上 然后往前一撞 背着女生就出去了 女生当时就有点不开心了 说你 你不觉得刚才那一幕很浪漫吗 那么多小孩拿着红色的玫瑰 把我们拘在当中 我还以为你要求婚了呢 你怎么背起我了就出来了 你咋想的呀 男的也是有文化 一句话 女生就破TV微笑 立刻就更爱他了 他跟女生说 亲爱的 我刚刚在万花丛中选择了你 话说回来 我们国家现在娱乐产业也非常丰富 出现了很多本土的明星 比如说我个人非常欣赏 我在这里明确表态 我非常欣赏TF Boys 我虽然没听过他们什么歌 但是我这种欣赏 是基于民族主义者的立场的 我们中国甚至两岸三地的华语乐团 好久没有出现过 这么红的偶像组合了 对不对 好像我们想上一个是SHE 对不对 我们想一下说SHE 那都在艾拉比我还大 对不对 从那个年代到现在 那好久没出现过了 我觉得首先是挺努力的 而且这三个小孩特别逗 那天我看电视 然后娱乐新闻还是什么 他们三个人的采访 然后有人问 请问TF Boys 你们最不喜欢粉丝 管你们叫什么呀 然后其中一个小男孩 最不喜欢他们叫我们 涛粪男孩 然后旁边的人还纠正 你别瞎说 叫涛粪男孩的不是我们的粉丝 当然我们说 当明星被逼得也很惨 你就说TF Boys 他们招谁惹谁了 为什么我们广大网友就喜欢这样开明星的玩笑呢 其实不光是开玩笑 广大网友对明星怀着很多复杂的情感 对吧 比如说最近有一种叫couple党的 就是他喜欢的两个明星 他就特乐意人俩人好 比如说从那个最开始 刘文跟崔史元 然后来什么 许晴和张翰 你们真的觉得合适吗 各位 就无数人在网上就拼命撮合 而且现在这些couple党 真的是越来越过分了 简直丧心病狂 对不对 最近他们在撮合 诺依和夏天 你见过比这种人更丧心病狂的人吗 我见过 就是有类似于这样的人 在网上经常说和王建国和蛋蛋 以及我三个人在一起 当然现在还有一个现象 也是特别悲哀的 叫逼娟 对吧 比如说前阵子有一个什么事 具体不说了 马云的微博就炸了 解忆队说 身为首富 不捐钱就是卖国贼 不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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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云欠你的 话说回来 人马云就是这次 没来得及那么快的捐嘛 对不对 人家那个捐钱的热线 电话可能都没打出去 你们已经骂完了 男人你们手快 对不对 键盘侠呀 开玩笑 临过为止 啥就骂完了 自己心里无比痛快 而且觉得自己特别自豪 特别有正义感 骂完马云之后 然后可能把这件事情 还拿手机拍下来 拍个截图 存到什么大像 不是印象笔记里面 写个标题 记一件有意义的事 你知道吧 就觉得自己 自己特别了不起 但是你们这些人 简直就莫名其妙 我们真正去看看 胡润的慈善榜 中国富豪里面 在2015年 前100名 马云是榜首 知道吧 在往前倒推几年 永远在前十 前三 前五 永远是这样的 马云真的已经捐了 很多很多钱的 只是他不被人知道而已 人家不愿意拿出来说 这有啥问题 那如果一个人捐了很多钱 捐了20亿 天天出来说 你又觉得他很傻 陈光彪照谁惹谁了 对不对 所以我就觉得 现在很多的 逼捐行为这些人 脑子真的是 真应该给你们捐点钱 其实我为什么会这么气愤 因为我是觉得 网络逼捐 键盘侠 网络暴力 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好 但凡现在出点什么事 大事小事 不管是关乎人命 还是狗命 还是猫命 等等等等 都会有人出来号召 有钱人捐钱 对吧 所以我们作为名人 也得妥协 比如前一阵出了一个事 我不具体说哪件事了 我就准备好了 大概十万块钱 我等着 等你们过来逼我的时候 我顺水推舟一捐 你们就满意了吧 不骂我了吧 结果等了整整一个礼拜 也没有人过来逼我 其实在当今这个媒体泛滥的时代 当一个名人 非常非常难 举个例子 我这种小名人不说了 大名人 大名人 范冰冰 范爷是我个人最欣赏的华语女星之一 范爷 比如说范爷晚上两点钟饿了 他这会儿如果吃两个鸡腿就能吃饱 如果再来一碗腊肉面就更好 你再弄碗冷馄饨 哎呀就美了 再来一个刚出炉的这个生煎 哎呀那就一切都完美了 对不对 他能吃吗 他不能吃 只要长那么一点点肉 那些狗仔队就有的说了 拍你一幅特别丑的显胖的照片 范冰冰身材走样似大妈 你见过大妈吗 你去过广场吗 你听过那些激昂的音乐吗 嗯 如果你知道中国大妈是什么样子的话 那么你告诉我 你这个标题能够反推吗 中国大妈减肥之后能变范冰冰 除了娱乐会逼明星之外呢 有的时候明星自己也会逼自己 比如说有一个上海电视台的男主持人 然后为了对自己要求高一点 减了三十多斤的肉 对不对 特别特别励志 是不是 小胖子变小鲜肉 哎呀天哪 特别特别励志 对不对 你们看看有多瘦 你们看有多瘦 这还是胖的时候那个衣服 你看你看你看 我这个抛砖引玉啊 我就是砖啊 我抛 抛出自己来是为了引玉 引玉谁呢 我们来看这么一段视频 身为泰河麦田的一员 身为泰河麦田的一员 我坚信 我坚信 中国流行音乐史必将写下辉煌新篇章 中国流行音乐史必将写下辉煌新篇章 八 出新 二 二 三 八 活用来 八 九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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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十 十 这也太村了吧 我的天哪 是吧 这个关键他们宣誓的时候 忘词了有没有 还有就是你们健身的那个器械真的好吗 准确来说 你们那都不属于健身设备 那属于建材设备好不好 我承认他们努力呢 确实很努力 但是这样能成偶像吗 这不是像 好 来吧 好 来吧 Single Ladies Tonight Let's get it started Let's get it started Hey Single Ladies 快張開你的雙腿 讓我來頂去飛行 Honey on Single Ladies Tonight Let's get it started Let's get it started I'm your Super Daddy Say bass, bass on you Bass, bass on you Say bass, bass on you I'm your Super Daddy Bass, bass on you I'm your super daddy 我们的培训时间将近四年 在那个地方 培训时间四年 但是你刚刚看到那个院子里面 那个的我们在里面关了一年 住了15年 可是我妈妈C这么努力 培训这么久 为什么还不红呢 因为你知道红这个事很莫名其妙的 就红了 你们知道最近不光说人的事不好说 你最近说狗特别红 狗走红毯能红你们知道吗 真的 你看狗都能红狗都能走红毯 左边还是右边 这个狗我们熟 我们经常一起洗澡 一起睡觉 但是它现在确实比我们好 这个狗是你们养的 是小新的爱犬 它叫贝斯 对 很多的时候我们要去通告 主办方的人都说能不能把贝斯带来 然后贝斯的环节 然后贝斯的环节都会很好 我们五个就从台侧就上来了 然后贝斯一定要有什么那种 升降机 开大门 对 而且贝斯刚签约不久 贝斯签约了 是啊我们也不解 他签在哪儿啊 签到我们公司 接代言了 别提了 所以你们现在出活动都是因为贝斯 你们在 但其实话说完了也不错 歌手需要有代表的歌曲 但是M.I.C.有一只代表的狗 也挺好的 是吧 是 对 我也没有别的词能更安慰你们了 对 这个 我觉得我们分析一下红的这个事儿 其实确实每个都很帅 而且你们出道很早 对不对 对 10年出道 我们同期出道的 那么问题来了 我们为什么不红呢 首先我认为一个偶像团体 其实我们看现在全东亚 日本 韩国 内地 港台 最红的男团 要么就TF Boys 要么就Big Bang 我们要纠正翻译吗 Big Bang Big Bang EXO 对不对 EXO 纠正翻译 他们叫EXO嘛 你没有什么 我跟你们四个讲 你就养狗去吧 好不好 养狗为师 你贝斯养好了 你再养个Guitar 好吧 你再养个Keyboard 好不好 说到怎么红呢 因为其实我也没有很红 所以我也没有那种心路历程可以讲 但是我觉得你们有资本 就你们一定得红 因为如果你们红不起来的话 你们那些苦到哪说去 对 说得很对 说得很对 我就没吃过啥苦 因为是这样的 你看我原来在北京 就是一个民间相声演员 我是来上海做了脱口秀之后 才被全国知道的 知道相声跟脱口秀的区别吗 相声是两个人 脱口秀是一个人 原来是谁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没有别的意思 往心里去 往心里去 这个是开个玩笑 我坚信 MIC男团只要坚持下去 总有一天 他们会让大家觉得你们坚持下去了 好 那这次来呢也非常的高兴 那我们也不是空手来的 对 我们带来了给自建老师的礼物 来小座身上 这个很重吧 看着就像砖 对对对 这是我们的新的写真 Only One 有没有我们新发的单曲Only One 也有 上面还有签名 对 有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第五个人呢 姚姚的签名把我的签名盖住了 你们内部真的竞争还真的很 你不愿意 就连签名都不放过 没有 其实还是因为是团结 我很不希望节目播出的时候 是一个MS特别想红的团体 对 就我不想让这样的气氛太凝重 对 如果你们就是说我红不红无所谓了 如果是这种状态的话 你让他们在别的偶像团体的粉丝面前 抬不起头来 不不不 一定要努力 没有理解我的意思 对不对 你要不给他点指吧 不用不用不用 我 我怎么学一下 我真的没哭 把头扬起来 眼泪就会掉下来了 我真的没哭 真的没哭 我刚才说那个意思 不是我们不希望努力 是我们现在只看重努力这两个字 结果我们现在还看不到 所以我不想去想结果 我只现在看每天的努力 就这么简单 实际上其实还有自建老师 对 因为现在确实是大家知道 音乐行业不景气 所以MIC其实也没闲着 包括在拍影视作品这方面 之前他们也有说 说我们MIC 是特别客戏的一个团 对好像又很客戏 就是拍的戏都播不了的 对 就比如说红不红 播都播不了的 我们节目怎么办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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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什么节目到这里结束啊你 之前他们也有说 所以说我们MIC是特别客戏的一个团 对好像又很客戏 就是拍的戏都播不了的 对 真的 就比如说红不红播都播不了的 我们节目怎么办导演 所以说我们今天就要通过 芭蕾后扑狗秀 我们找到一个重新的开始 找到一个突破 对 找到就不要再录了 我们也不要再说了 这个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 不不不不 你说什么节目到这里结束啊你 那个乌鸦嘴 养狗就好好养狗 但是无论如何 我知道做艺人也好 其实我们除了对得起自己 对得起粉丝 对得起父母 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一切问心无愧就可以了 红不红的 那就是命 命好不好 那是老天爷的事 与我无关 我们就进人事好不好 对对对 做到最努力 好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好的 您能够想吵架的声音 这就是这一集 红牛威尸四公里的独家冠名赞 直播出的今晚 马里我透口就这一夜 由你们这好远 你们这一夜过得愉快 谢谢大家 谢谢 我们两个一起看看 我不知道我会比你老多少 你知道吧 来 我们分析一下 好 哈哈哈哈 哈哈哈